- 歡迎收看巴巴理財友方 帶給您財富恩次方 我是范英華 好 今天晚上呢 我們真的豐富的內容 有哪些呢 我們先來稍微聞聞一下 好 首先來看的是 衝衝衝 內資現在要拚所謂的 軋空行情嗎 有沒有發現最近OTC 哇 很多中小型個股 它攻上了漲停板 這些個股還會繼續軋下去嗎 那麼現在在OTC當中 有沒有一些強勢個股 正要發動攻勢 等一下帶您進步來掌握 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看 TPP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在說相關的概念股 好像之前滿夯的 可是你真的懂嗎 我們等一下會帶你來看看 亞太新角力 台灣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嗎 那麼最後一個我們來看看 股會在熱前又出來了 下大柱在熱前出來之後 到底誰會受賄 影響的又層面會怎麼樣呢 好 我們首先就要來看看 今天台北股市了 在講台北股市之前 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這一位是 這個鳳凝頭股的董事長何金城 晨晨哥晚安 一華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這個全校財經的 曾分音師陳維泰 維泰晚安 一華好 大家好 好 最後一位是 外匯專家李奇展 奇展晚安 一華好 大家好 好 晨晨哥 快來快來喔 今天你看看這個加權指數啊 開高開高 一股走低走低翻黑啦 但最後面你看 怎麼拉的很多人說 就是要拉這個電子股啊 全子股啊 結果拉到8653 有人說跟明天結算有關係 對 跟結算有關係 因為外資的持股 現在還是維持2萬多口的多倉 今天是沒有什麼變動了 你看一下 基本上來講 今天稍微小小減了一點 還是維持2萬多口的多倉 那我們拉了這個尾盤以後 陸股也拉了尾盤 陸股拉到近期緩盤的新高 他已經進逼他原來有缺口 3500點了 這一波我們領先陸股對不對 漲幅比較厲害 對 我們漲幅比較厲害 所以陸股會不會再跟上 在他們的18屆五中全會之後 訂出了 訂掉了13五 這個規劃以後 是不是會跟上 因為今天尾盤它動了 就動一帶一路的股票起來 那是算重的全資股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們台股其實你看到 8600多點 其實你把它扣除 其實有些股票 尤其蘋概股是往下在破的 對 所以你如果把它還到那一些股票 假設它都不動 假設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力光好了 假設大力光它都不動 那現在的位置大概台股已經 進逼8800點 應該是這樣大力光 那它今天又破了 破了7203的 繼續往下破 那所以就是代表說其實第四季 每年的第四季都是一個新的年度 新的主流股重新誕生的一個季節 一般都是這樣 也就是說一般人家習慣 是我看一二三季的時候 第四季都做一樣的 對 那其實第四季有的時候做一樣 會不一樣 對 好 但是大家說到了在台北股市 你看剛剛這個拉尾盤 往上一波急拉對不對 但是一路來看的話 我們從之前的低點往上漲的話 也漲蠻多的 現在大家說 自己線早就已經不放在眼裡 不過上面還有半年線 有沒有機會進一步的慢慢慢慢 按著吐吐吐給它吐上去 它其實是一個輪動的節奏 後面再電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也動了一點金融 其實金融並沒有 因為金融我們降息 所以金融基本上來講 是停在那個地方不動 對 那在這樣的過程之下 它就緩步這樣往上走 那整個量 其實大家一直在看的就是量 一直都沒有增出來 那所以它就變成小型股在動 近期是這樣 近期如果指數不動 我覺得是好事 指數強漲 反而我覺得是比較不好 可是你看外資投信都在加碼 買超也蠻多的 476就是10月份 還有這個美股財報周朱完之後 換台股第三季財報要有公布 會不會又是一波大洗牌 我們的財報不用講 因為我們的財報基本上來講 如果會對變虧損了 那個財務長就要把它換掉 那所以基本上第三季的財報 應該都是很亮麗的 所以應該都不錯 因為我們貶了兩塊多 兩塊多你還財報變成會對損失 那就應該撞牆去 我剛才講說 如果這一季都把它做成會對都損失了 那那個財務長應該要叫他下 那小孩來做都會漲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是一個利口 因為我們亞康那個時候講得很清楚 第三季的部分 所以我們台股的財報周 基本上來講應該數字都很好 但是數字很好不代表會長 有可能利多出鏡子 我們看到大力光 又看大力光 對啊 看他第二次了 為什麼要看他 其實他在這個地方 這一天 今天是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嘛 上禮拜五 他公佈 禮拜四公佈的禮拜五開盤 對 禮拜四公佈 他是第三季賺61.17 對 超級棒 有史以來沒有人 我們上次公司有賺過61.17 沒有 他第一個 對 他第一個 前三季129.99 結果他是開高 走平 那一天是拉到平盤 就又一直往下走 對啊 所以財報的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都是預期 那你如果財報很好 那不漲 那那個時候對指數就要注意 因為你不能一直笑人家大力光 你如果大力光一直在破底 或是台積電也不好再往下拉 那台股指數會漲到哪裡去 也是漲幅有限 對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最好大力光再往下破的時候 指數不要 強拉 強拉的時候我認為那個 外資的起貨的多倉是會平的 好 所以就慢慢漲 慢慢漲是比較健康的狀態 對對對 每天漲5點10點 如果跌5點10點都可以 哇 那個太小了好難操作 那這樣就有點很開心 對啊 可是現在有一個疑慮是說外銷 我們外銷數字有點醜 連續6次衰退怎麼辦 上次衰退說怪HTC賣不好 那現在說他沒有預期好 說那個iPhone 6S沒有預期好 對 是這樣 那希望這一次HTC發表星期以後 他又賣得很好 因為HTC就是在大空間 iPhone不好HTC會好 他說我現在的CP值很好 對不對 他說我比他便宜 比較便宜 比較容易賣是不是 就看一下嘛 看一下 因為現在來講 對iPhone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傳言 說他賣得不好 其實像那個有的預期說 賣得不好 然後訂單再減少對不對 就變成是這樣 那不管他是怎樣 我們看大力光是跌的 看其他的平蓋股 並沒有很強的總數 比較弱一點的 對 比較弱一點 那比較弱一點 他只要不要弱到變成失控就好了 把那個資金搬出來其他的股票 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 OTC也在往上創高 對 說到OTC 這個誠誠哥就說到重點所在 我們就來看看OTC 因為OTC大家會說 哇 最近你看看貴買指數 我們剛剛看的是加權指數 這個是貴買指數 一路往上走 這上一波已經是領先大盤了 那麼最近來說的話 好像也是慢慢在往上 又創了一個行動 他往上走 其實OTC有滿重的權重是在升級 那最近又有太陽能在往上走 所以太陽能往上走 升級在往上走 你看那個號頂也創了歷史新高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它指數往上走 當然你看到的融券是增加 個別股市是有滿多的 最近其實很多股票是一面軋空 你覺得不可思議賠錢還會漲 軋空就是太陽能也在軋空對不對 其實宏達電也是軋空 宏達電也是軋空 但是宏達電沒有在OTC 太陽能也是 太陽能你看像玉京 玉京 我們看一下玉京 他整得算比較兇了 你看他是有一點增加 你越不相信他 他就一直把他長上去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最近軋空題材之外 我們還是要關心 OTC當中的話 剛剛說到生技 站著這個權重滿高的 還有太陽能最近走軋空題材 還有誰 這個我們真的是 盤中連線的時候也在講對不對 這個是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我認為 他不只是軋空的題材 今天阿里巴巴之所以會有今天 他除了這個我們看到的 他的這個電商的平台以外 這個淘寶網以外 他還很重要支付他 未來很重要發展的叫支付寶 他如果沒有支付寶 不會有現在的阿里巴巴 也不會他有現在這麼大的發展 其實第三方支付 我們起步的晚了六七年了吧 晚了六七年 最起碼第一張牌照出來 在這裡Oh my God 那Oh my God起來的時候 我們先看Oh my God的圖 等一下再來看他的基本面 他不單純是軋空 現在很多人認為他是無稽之談 他很會談耶 你看第四根 我先很簡單講一個概念 對第三方支付這一個部分 尤其像支付寶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很簡單 像這樣我們capital是給他五億 五億他可以收多少的member 沒有限制對不對 那他們說每年就要收一百億對不對 五億可以收一百億的錢 在自己的那個狹下的錢 當然你不能挪用 有點像那個小禁錄的感覺 那也就是說那個是 那個是未來很重要的平台 你看他一根兩根三根 今天差一毛錢再一根四根 對不對 這樣也很兇 對很兇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券 我們來看一下一點點而已 融券的部分 融券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他就冒一點點而已 我剛剛就講一點點 所以他單純漲不是券 是在於他未來的產業 這個產業是內行人才會敢去追漲停 那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Oh my God 因為他歐富堡是第一張 他是今年的8月6號還是7號 金管會給他核准函 10月14號經濟部給他正式的營運的執照 那所以他連續算四根漲點 就噴出噴出 對就噴出 那辣椒說我也有參股Oh my God 我差點昏倒 那根本不是辣椒參股的 那是辣椒的董事長參股的 你也跟人家講 哇也要漲 所以跟公司沒有關係是不是 公司沒有關係 當屬於上輸贏 個人 輸贏參股的 不是歐買 不是辣椒去參股的 是董事長 那他也跟著漲啊 厲害啊 對 管你的 反正我已經跌很深了 這一些股票其實以前都跌很深 那你看一下 他是 他還虧3塊8.5 上半年 那其實這一個部分來講 這個到 我倒比較認同這個 這個他當然他 還有什麼棒辣椒等等 還有轉投資 那是另外一回事 再來是橘子 再來是志冠 再來是新下 這裡會拿到應該 今年底之前會拿到 執照大概只有3個 一個Oh my God 一個是橘子 一個是志冠 那核準函拿到的是 他已經拿到執照了 對 已經拿到了嘛 第二個拿到核準函的是橘子 橘子的部分呢 他是8月21號拿到了 就晚兩個禮拜 第二張執照 對 第二張執照 所以橘子很有可能 再快的話 這個月就會拿到 因為兩個差14天 14天 10月14加14就是 10月28 大概月底左右 所以他有法人認為說 他可能月底左右就會拿到 是 他有什麼樣的利多啊 第二張執照之外 還有其他的嗎 基本上來講 禮拜四他還要開法說會 不是法說會 記者會 他跟日本的 他們叫做 剛後 剛後 基本上來講 他們稱作叫做 日本的手遊皇帝 手遊皇帝這麼厲害 手遊皇帝 因為他的營業額 去年是第一名 473億台幣 那基本上來講 他要搶 他這個Member有1000萬個 那他要在這個地方 可能要合資 那當然這個看他們 禮拜四的記者會以後再講 那對他來講 熱點支付的部分 因為他本來 橘子的遊戲的Member 就大概有300萬 所以他起步其實也算早 而且熱力的部分 已經跨到中國大陸去了 熱力 他持有51%的熱力 已經到這個大陸去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橘子的圖 他底下換一下外資 其實外資唯一 在這個 這個裡面 有買的只有這一家 是 其他都沒買 而且連去買 每天都買 連買五天 那為什麼他 在這個地方會這樣 我們把圖稍微壓縮一下 因為 所有的遊戲股 這一波都跌得很慘 結果他沒有跌 你看他哪有跌 他之前沒有跌到 所以跌得不夠深 因為他財報不錯 我們回到第一張圖 來看一下他的財報的數字 再回到第一張 你來看一下 OMG到七十幾塊 他上半年是負的1.27 然後我們看一下辣椒 是負的3.85 對 橘子是掙的2.28 還有賺錢 今天好像41塊多而已 兩個現在跟OMG差30塊 如果跟OMG差30塊 我們把OMG的圖叫出來 那他的最重要的重點 底下放一下量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兩個都放量 你來看一下 這根本沒有 沒有他這樣的量 就直接把這個量 全部越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量滾過去 這全部都沒有套牢 陳辰哥還有一個問題 你看OMG這樣子很漂亮 他已經整個突破過去了 可以追嗎 很多人在問 要不要追 你試跟了 你說叫我說 你去追 我就覺得說等等 但是他會漲 你不要去放空他 這個產業不用講 這產業會 我一直講說 這產業叫做小阿里巴巴 雖然我們台灣市場小 但是未來兩岸會合作 再來我們看一下 是6180 對 6180的橘子 我們底下看一下量 他的狀況就不一樣 再把它壓扁一點 從看到最高點 因為他前面這裡有套牢量 對不對 這裡有套牢量 對不對 那這個量是比他小的 所以要越過這裡 只有一個方法 就慢慢推推到這裡 然後執照拿到 蹦就直接跳過去 就跟那個 剛剛Oh my God一樣 跳跳跳跳上去 對 他唯一的方式只有這樣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做震盪 外資是不斷的在買 連買五天 對 所以這倒是可以注意 好 那除了這個Oh my God 跟這個橘子之外 你剛剛說還有哪一家 可能比較有看頭一點 志冠現在核准函 我們現在送到金管 他一定要金管會先核准 那支付聯說 我比較不相信 你要扎 所以支付聯連連送都沒送 那現在還沒送 那就是有點拽拽的樣子 反正我生意做得好 等你們都送了我再來送 反正我就循序時間的問題而已 現在他送在金管會 那金管會可能 金管會一般都不卡 所以核准函 大概可能這個月也會拿到 那他說他第四季就會拿到這個 這個第三方式第三張 這個牌會越來越藍 好 所以就是Oh my God 第一張 阿橘子可能第二張 志冠拼第一張 再來就是支付聯 就是網家的那個部分 好 所以這個整個族群都是看好的 整個產業都是看好的 這個產業我覺得是不錯的 等於是 你看股本拿五億 就已經做了三分之一銀行的業務 為什麼不行 好 所以陳哥哥講了 陳哥哥講得非常精闢 我剛剛特別點名Oh my God的例子 就已經在眼前擺出來 連續四根的這個漲停板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除了在第三方支付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議題 大家最近也是討論得很夯 到底有沒有加入TPP 關台灣什麼事情呢 當然很有事 而且現在說 這個最後三個孤島就是誰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 再來是俄羅斯 再來是這個 巴牛是什麼 巴布亞牛幾內亞 你聽過嗎 誰管他要不要加入 台灣很重要 齊展 為什麼說TPP 對台灣真的很重要 我們孤島 不管俄羅斯 不管那個巴牛 台灣真的一定要加入不可 其實是孤鳥 那你要講孤島 俄羅斯可能不會同意 台灣可能還會同意 對 它在叫 對 沒錯 那所以我們開個玩笑 但是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 不覺得現在股市好像表現還不錯 至少從萬里殺下來之後 現在反彈到8000 6000 7000了 感覺好像不錯 是 可是從實體經濟上來說 好像還是有點悶 好像無薪假 可是經濟好像也是不好 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 其實如果你想短線就要打破台灣這個悶經濟的話 其實加入TPP是一個很快速的解決辦法 那只是可惜啦 可能沒辦法那麼快加入 但是你從現在就開始要了解 它到底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 你看到這邊上大家都看得懂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這是什麼鬼 對 很簡單 那其實呢 它一開始只有四個國家八級 那剛好就跨太平洋 就是新加坡 智利 文萊 跟這個紐西蘭 那剛好就是跨過的這個太平洋 這四國 所以叫做跨太平洋夥伴 對 那其實它一開始如果只有這四國 其實對台灣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為什麼 是因為新加坡跟紐西蘭 其實跟台灣都已經簽了FTA了 那所以有沒有加入這個還好 可是重點是喔 美國回歸亞洲之後 選了這個來做貿易協定 對 那簽帶了日本一起來加入 那這重要囉 不得了 大家想想看有什麼貿易協定 你看你一個一個就去跟美國簽FTA 跟日本簽FTA 要簽多久才說出來 人家還不見得理你 對 可是如果你一次加入這個TPP之後 你就一次跟這十二個國家 全部簽好FTA的概念啦 那當然細節很多東西還是要談 但是從這個概念來說 你可以知道 它可以一次性的幫助你 馬上打破現在的這個貿易壁壘 那呢 不過這些會員們大概都 因為你要拿到好處 就是我出口到 例如說我台灣 出口到美國的關稅要降低 出口到日本的關稅要降低 那你日本的東西要來台灣 你也要給點好處嘛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它以短線上 它有點像之前那個 我們在簽的那個 那個 貨帽什麼那些 對 貨帽 貨帽對那些一樣 就是它短線上有個早收清單 可能例如說第一 一開始馬上就減少某些的關稅 但是呢 用五年 十年 十五年把時間拉長 那大概啦 那以日本來說的話 它規劃就是未來十五年後 這另外十一個 因為日本一個嘛 總共十二個 另外十一個國家進口 裡面有95%的 90%的貨品 那這95%的貨品呢 會減少95%的關稅 所以在關稅方面 是下降的非常快 減少95% 算減少很多 對 幾乎已經快要沒有關稅 對對對 尤其是 例如說十五年之後 假設你能想像嗎 一個日本車 如果出口到美國去 那幾乎不算沒關稅的話 那是不是對日本的 這個進口的幫助 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這是 我們可以簡單看到 對於TPP 對於現在力氣的好處 好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PP到底 它的這個分量有多重呢 我們就來看看 它對經貿的影響程度 你看全球的貿易總額 假設是這樣 百分百的話 它佔了25.7% 另外呢 如果是GDP的部分 它佔了38%以上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分量也不輕 但大家現在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好處是什麼呢 而且你看看 連續八個月的一個衰退 台灣是不是真的非常需要它 其實是蠻需要的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出口訂單 有看到出口總的衰退 那每一段時間內 就像一開始STC 現在有怪蘋果 那是不是這些產業 全部都有問題 還是台灣要網 其實怪怪去怪 其實我覺得啦 它一定是一個原因 但是呢 台灣也要思考的是 產業轉型 以及我們不要把所有的出口 都鎖定在某個國家當中 那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你會發現 最近公布的數據 等於6月 7月 8月 9月 台灣的出口金額年增率 都呈現了雙位數的衰退 那主要原因在哪邊 其他一個重點 其實剛好最近公布了 中國的貿易戰 公布了中國的第三巨的GEP 你會發現 他們雖然擁有大量的貿易順差 可是他們的貿易順差 是來自於他們不進口東西了 他們東西自己生產 那不對外採購 所以中國大陸以前可能就是說 我不會嘛 我這個東西我也不會做 我就跟你台灣買 跟你台灣進口 現在我會了 我不要跟你進口了 對不對 我們就喪失一個非常大塊的肥養了 對 沒錯 所以接下來肥養要另外找 所以剛剛有說 在TPP裡面可以找到 例如說美國 日本 雖然說其實現在來說 全球其實都受到了貿易量 在減少的問題 可是像中國年增率是掉了20% 美國也掉不到10% 日本掉不到5% 所以你以這個長期的需求來看的話 你必須要去找一個 他們還需要你商品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我認為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了 但是台灣到底真的是下個春天 你有什麼春天呢 主要的話有兩個點 第一個在經濟部來說 它預估就是目前來看的話 那以台灣主要的出口 例如說以機械產業 那工具產業 還有塑膠業 其實都會是在TPP裡面得到利益的 那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難 不曉得的 像是糖果餅乾出口業 糖果餅乾我們也買出國外 對 其實台灣很多糖果餅乾外銷 而且其實我研究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糖果餅乾的稅很重 像墨西哥 你出口糖果餅乾到墨西哥的稅率 20% 你出口到加拿大 巧克力 稅率15% 你都不曉得原來被收了很多稅 所以如果可以簽署TPP的話 第一個在稅率方面就可以減少 但它當然也不是只有完全的好處 因為你也必須要對國外開放 就像假設你簽了 跟日本跟美國簽了 剛才在日本 那這樣假設是美國好了 那美國 那未來美租進口 那你是不是又在這邊 剛才有點妥協 那日本車如果進來 那是不是在關稅減少上 你就在國產車 馬上就收到 台灣好像都是劣勢的 但是現在大家在討論是說 GDP 實際的數字 到底會怎麼樣影響 因為每天都在說 什麼可不可以保一 或者是變成負成長對不對 全量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真的一旦加入 差距有多少 這是沒有加入的 這是加入的 差了多少 對 那其實對台影響 那它當然不是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 不是說2015年加入 2016年GDP 馬上漲漲兩個百分點 不是 它時間也是稍微延長的 例如說 5年到10年 讓它時間慢慢發酵 但是你有去做 都好過沒去做 因為沒去做 GDP是減少的 為什麼 你看我說 我沒做至少不動 為什麼均勢被減少 很簡單 你不做 你的市場被人要搶走 別人沒有關稅 你有關稅 就輸了 所以你會是減少 所以交通GDP 接近2%的經濟成長 總產值也接近2%的成長 那對於就業來說 也是有幫助 因為當你的產業 被人家搶走之後 你當然就業也會下滑 但就業率有增加0.65% 那貿易總值呢 因為在關稅減少一下 雖然它的這個貿易總值 上升的幅度比較大 可是不是完全白亂GDP 至少 不過你至少把柄做大 那對於整個產業來說 以及未來 我剛剛提的這幾個產業 都是有比較明顯的幫助 好 這是還沒有 真的實現的數字 但是呢 為什麼我剛剛看到 美國這個老大哥會說 我也要加入 我舉手 他也要加入 為什麼 原來這麼多好處 我們就來看看 美國日本跟越南 分別有哪些好處 對 因為這邊是已經 加入在談判的了 那其實今天 我們先從日本來說好了 因為其實今天 日本首先公佈了 整個貿易協定 他們的內容 因為其實就美國本土來說 有一些反對生 我們等一下來解釋 但是他們擔心的是 會不會你在對外簽了一些內容 對我們國內未必有利的 那不過我們來講日本 那第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未來大概到15年後 那當然有些 我就分短中長來開放 那關稅很多商品 從39%變成零 那所以還讓日本 尤其是汽車 就像一開始說的 每台車平均成本 可以下降1萬塊日元 這些都是在稅收方面 其實它在這邊有分很多種 例如說汽車零件 全車等等的 那都要討論 但這邊的話 大概是以平均成本來看 那所以你看 你以這幾個汽車大廠來說 如果馬上汽車成本 這些下滑 那未來當然 產線就會看好的 那當然美國來說 美國來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像美國的生技業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生技指數非常重要 那其實藥品生技 這些相關的都很重要 其實藥品專利保護中 它會變得比較少 這對他們來說是劣勢 但是他們的農產品出口 渴望提升11% 因為美國是做規模經濟 尤其之前在 其實這是一種布局 過去這是延續的 過去是搶油 那現在美國自己搶 自己採油了 搶糧 那已經搶好了 已經把油價這邊都搶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什麼 做農業革命 農業革命已經做好差不多了 所以趕快出口到全世界 那外海要搶什麼不知道 那至少在美國這一塊來說 它的出口渴望是大概提升11% 那對於這個新興市場來說 越南 其實越南有點像是過去 現在的情況有點像過去的中國 發展速度很快 那很多廠商都跑到越南去了 那在低勞工成本的情況下 再加上稅收支出減少 其實很多的新興投資 都會往越南去成長 那所以對越南本身很有幫助 好 所以剛剛看到美國的部分 一個是比較有利多 一個是比較這個 好像沒有這麼有優勢 難怪呢 兩個人吵翻天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發現瑞姐 瑞姐最近出來說 我反對 反對TVB 她幹嘛反對呢 要故意 跟這個歐巴馬打對台是不是 一定要的 我跟大家講 這是最近應該要選舉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一定要的 因為什麼 因為歐巴馬已經去簽完回來了 她已經說了會替美國 會替美國減少一萬八千項的商品出口 讓美國產品更具競爭力 這時候呢 你一定要講 我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做了之後 大家感覺不好 那什麼 那上一任做的 跟我無關 如果我做得好的話 如果她就覆益的話 不好她也要背 對 她也要背 所以我個人是這樣想 所以她原本是很支持的 最近忽然轉成 我不是那麼支持 對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有點政治考量 那她主要的原因是認為說 她無法創造美國的就業機會 而且擔心這個出口國 還是會操控匯率 那其實最近剛好台灣也被操控匯率打到了 這個也會跟大家補充 所以以西亞蕊來說 你可以說政治盤算 你可以說民主黨的概念是想要照顧窮人 希望他們有工作 沒有創造救援機會是不好的 但是其實也有隱憂 因為過去她有提到 像是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有一個叫北美貿易自由協定的 那這個北美貿易自由協定 其實反而讓大財團賺到錢了 可是大財團就是民主黨的對手 敵人就是共和黨的主要支柱者 所以現在打擊敵人對不對 像大家說是不是這個內鬥 同黨內鬥還要在對抗敵人 複雜的 對 所以其實在這邊包含了政治角力 以及商業利益存在 這個裡面其實很有趣 那其實有機會再替大家做解釋 好 我們非常謝謝齊長 齊長講得非常清楚 那麼在這個簽署TPP的部分 美國竟然引爆了所謂黨內的這個內鬥 齊長可以回座了 那麼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剛剛說了 不管是孤島還是孤鳥 其實真的非常需要在TPP這一塊 那麼更需要的是什麼 賺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大家今天來看的是 在這個財富業問團的部分 很多人在問了 到底所謂的聯勇可不可以繼續買嗎 另外還有要華後續怎麼樣 有人在問群聯 有人在問華漢 最後F大帝 我們趕快要來請回探 幫大家解讀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說那個TPP 好像離我有點遙遠了 我手中的股票怎麼辦 可能才是當務之急了 感覺TPP是大人的事情 我們股民其實比較關心 就是我們手中的股票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業務問團 所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聯用的部分來講 聯用是其實國內算是 這個Trival IC的一個 龍頭的一個大廠 那只不過最近在Trival IC當中 其實競爭非常非常的激烈 也面臨到一些的一個 整合的一個部分 所以目前看起來 它的整個股價的一個走勢 也在隨著目前產業的 比方來講 在在低檔去進行 橫盤性的一個打底 那比較特殊的是 轉機來了 什麼樣的轉機 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最近忽然怎麼樣 在低檔大幅度的展開 明顯的一個加碼動作 我個人認為就是第一個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IC設計公司 已經有開始往上做發動 包括像聯發科 但是它沒有動到 它是屬於比較去落後型 補漲的一個味道的存在 那這條線是什麼線 這條線叫做外資的一個成本線 所以我認為說 只要外資持續叫做加碼 甚至股價 能夠超過外資成本線的話 它的股價應該就會 開始往上做加溫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目前的操作策略 應該是逢低來去進行佈局 逢低佈局嘛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算逢低嗎 還是要等它超過那個成本線 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在一個 類似在底部的一個主體架構 相信整理的階段 所以其實我個人認為只要一百二十塊錢以下 基本上都還算是一個主體的一個區間 好 這是在聯有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在耀滑又怎麼辦 好 這個PCB的個股 其實它比較一家 各有一家的一個狀況存在 那耀滑在前陣子卻是有點 包括像火災的一些比較屬於這種 非基本面方面的因素 造成股價的下跌 不過趁著這股價下跌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就是它的大戶的持股 400張以上的大戶持股 對 就在它股價往下跌的時候 大戶持股幾乎是每一個禮拜都在往上做增加 目前看起來已經拉高到52%以上了 那再加上其實外資其實在前陣子是有在做一個停損 但是近期外資也跟剛剛連勇是一樣的 在低檔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買超跟布局的動作 所以我想目前的耀滑的股價走勢 應該也是進行主體階段 好 所以主體階段可能還是稍微要等待一下 如果說你要預期它這個連續的 看看它這條線外資成本線能不能夠有比較多突破 好 所以還是看那條線 對 沒錯 好 一樣喔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的是呢 群聯呢 群聯這個近期好像都是這一種走勢的一個個股 對 這個 頭真的有點沒耐心 這個是屬於記憶體相關的一個IC設計公司 好 那因為最近其實記憶體的一個消息是忽多或忽空嘛 那這個群聯目前看起來也是屬於跟著蘋果相關的一個題材在做發酵 是 可是蘋果剛剛成人哥有講到 目前看起來整個蘋果的銷售並不是這麼樂觀 所以對它的股價來講稍微有點壓抑 不過呢 我個人認為說它非常具有什麼補漲的條件 為什麼 你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在月營收的部分 從今年的7月份開始到8月份到9月份 這幾乎是往上去進行成長的情況 包括像它的成長率也是持續往上做走高 換句話說它的基本面並不差喔 那最近外資也回頭看是站在買方 所以在基本面不差 外資又站在買方的情況之下 這種股價應該也是有機會往上展開股漲 好 所以它也是有機會可以補漲的 沒錯 那我們再來看看喔 還有這個華漢 華漢好像就稍微比較強一點喔 機器人相關的概念股最近很紅 尤其是中國大陸 整個機器人相關的產業是大幅力的一個做一個扶持 那我直接講重點 市場的個股就是什麼 投信在日陽的股票 投信從今年的第二季開始就不斷進行加碼 到目前為止都基本上的持股 是沒有出現比較明顯的鬆動 再加上大戶持股 剛剛是400以上的大戶持股 這個是千張以上的大戶持股 持續往上做增加 所以怪不得它的股價是突破這個 所謂投信成本線之後 持續往上做這個走高 像這種個股 我個人認為說 只要這個投信的籌碼沒有鬆動之前 應該都還是可以持股續爆的 好 可以續爆喔 那麼最後一檔我們來看一下在大地啦 這檔個股其實比較冷門一點 成交列郎的部分來講看 到今天 前天跟昨天來看的話 勉強超過1000張啦 但是其實其他的一個交易天數 都是屬於在500張以下 所以像這種個股 我個人認為說就是 除非你是比較屬於中長線的投資朋友 否則我認為說 以目前這種的個股來看 就少量投資就可以了 好 所以因為稍微冷門一點喔 維太也說非常清楚 少量投資就好 好 維太可以請坐了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帶你來看的是什麼呢 美國股市是不是真的 多頭要發起所謂的第二波 你看這個線 有人說它可能是頭 但是有人說 哇 看起來更像一個底部喔 現在大家說熱錢到處都在流竄 真的第二波多頭會來嗎 那麼台北股市當中呢 剛剛我們說了 軋空題材 尤其是OTC 太陽能的後世怎麼來看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下午一點半歡迎收看未來世界部 我是范英華 今天加權指數呢 開高震盪走低之後 在尾盤又拉上來了 最後面上漲了22點 那麼收掉了8653點 在今天來說的話 量是820億 也不算是太多 那麼昨天呢 其實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就有先預告了 這個時間的空多嘛 對不對 好 今天呢 音音驗證 大家一定很好奇 明天真的就是結算日了 大家說結算日可能會有行情出現 真的可以期待嗎 我們剛剛邀請到華欣投顧的總經理 謝文恩 祖位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我們昨天看到了 在今天來說的話 真的是先殺 先殺 尾盤就給他拉起來了 是的 有人是故意的拉結算嘛 什麼結算 那是因為 相對高點 那是因為我昨天已經破了主力的哏 不要說我只會懂主力心態 我今天跟你們預告 今天第一段會看到空方時間 這是為什麼早上 你怎麼追 怎麼套 結果尾盤又拉起來最主要的原因 結果被雙八 是的 是不是 一般也是雙八 衰的時候就下去了 是的 那今天怎麼看 今天怎麼看 那麼基本上的話 今天有一個投資朋友 他傳一張圖過來 然後他也希望說 我能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做報告 什麼簽名罩子 那麼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過去 一環你看過去六個交易日 走得真的很坎坷 每天都收一根所謂仿錘線 不是倒梯字線 不是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 對 就是梯字線 那等於說導師 為什麼會完成這樣子呢 那結果呢 投資朋友真的有寄一封圖來給我 所以說我把它稍微修改 我沒有修改 原意沒有給你修改 至少他講的邏輯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我們一起來做評斷 首先呢 投資朋友他寄來這張圖 他說夏老師 你仔細看我觀察 我把近期台北股市的低點做連接 近期台北股市的高點也做連接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邪率 比上面的邪率來得抖 這樣講沒錯 這邊比較抖 這邊比較平緩 然後KD值也出現了一個所謂的高檔 背離的形態 而成交量也是呈現了一個所謂量說 他說夏老師 他是不是一個所謂上升線型 那就一般投資朋友而言 或甚至易华 他是專業的主持人 可是他在財經這一塊 他可能很多名詞他背不起來 你知道什麼叫上升線型嗎 那麼上升線型 他的definition 就是他的定義 就是要跌回到起漲點 這一波的起漲點是都在7203點 他問我說夏老師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那基本上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是這樣子看行情的 可是你仔細觀察 喔的一個節目 喔 喔 不是雙數的意思 喔 就是我的節目 我在節目當中 我說真的 我是每次來三立財經台 我才知道今天成交量多少 因為我根本不看量的 我在每天 我會跟大家報告 我每天跟他報告說 我再怎麼操作 都是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包括一個所謂多空主力心態 我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KD 不管包括軍線 包括波浪理論 我在節目當中有講過嗎 所以說投資朋友 希望說我在節目當中 來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我講坦白的 我不太想回答 不過我等一下會給大家 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 就像你仔細看喔 這一波的行情 它是架構在非常非常多的利空 包括中國經濟不好 包括歐洲經濟不好 包括台灣出口大幅度的衰退 包括國民黨的候選人 搞得亂七八糟人羊馬翻 結果行情不知不覺 已經漲到8600點了 那是很多人跑去放空 那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你看到很多利空的因素 可是如果你要鎖定我三立財經台 謝天謝地謝恩的節目 我說只有我的節目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頭顧節目 那叫做標標準準的看圖說故事 就好像我只要請問各位 你不要感覺到現在頭顧老師 跟變形蟲一模一樣 昨天介紹的股票 跟今天保證絕對不會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昨天漲停板的股票 今天沒講他就不會講了 可是我的操作很簡單 你這樣才會市場上比贏家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看得懂大盤 我請問各位 我給你講過GDP嗎 好GDP我也不懂啦 我懂啦 當然我懂 我是碩士必有種可能不懂 我給你講過量嗎 可是我再怎麼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在於我當時在二十幾年前 我也是用這些傳統的 一個所謂的技術指標 可是我發現它不是不好用 是根本不能用 如果二十幾年前 有人告訴我價格的觀念 人生會變得非常非常美好 所以說我希望說我能把這個經驗 做完整的傳承 你會學到什麼 你一直問說老師我來上課 會學到什麼很簡單啊 第一件事情 有人會在十月二號告訴你 周線紅燈嗎 第二件事情 有人會在十月八號告訴你 周線紅燈嗎 第三件事情 有人會在十月十六號 每個禮拜都跟你預告 周線它是紅燈嗎 那周線它是級數比較長的 那很多是看短線 那短線你是要藉由主力心態 你是要藉由空間理論 我再一遍囉 基本上在我的課程裡面的話 主力心態你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很長不會複雜 你只需要用到計算機裡面的 加減乘除 可是在主力心態這一部分的話 你需要努力 因為我現在已經把它電腦化了 那為什麼這一兩天 我不跟你講心態 我只跟你講空間還有時間 因為空間跟時間 那是你絕對絕對學得來的 好就像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是盤中的一個證據 每天這個行情 就都跟他一滑九獎的巴來巴去 為什麼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昨天盤中快速往上做個集拉 你的軟體一定叫你做多 沒錯吧 當它往下擊殺 你的軟體一定叫你放空 可是問題為什麼每一個老師都告訴你 買最低空最高 因為他是事後去改軟體的參數 這部分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唯有能保留盤中證據 這才是真的 你要了解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很多老師他用那種詐數 告訴你每天空最高買最低 你會非常心動 我講坦白我看那種節目 我也很心動 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要聽清楚 主力作手一天 通常就只有一個方向 你自己想想看 連兩頭都想踩的 你多也想賺 空也想賺 我就問這兩天好了 那你過得好不好 你過得好不好 當你看到放空訊號 當你看到往下擊殺 放空訊號 它又往上拉上去了 那問題如果你知道空間理論 我只要請問大家 昨天這一個所謂的盤中的擊殺 這紫色的線不是我事後畫的 你只要是我們電腦版的用戶 你都能看到每天盤中的一個所謂多空的一個所謂防守架 它是頂到多方防守架之後快速往上做一個擊拉 一天過去了 那麼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怎麼跟你預告今天的 今天很有趣 很多人在12點20分看到行情突如其來快速擊殺 以為這一個行情要開始反應KD高檔背離 可是為什麼會擊殺 再來一遍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除了跟你預告空間之外 我會不會跟你預告今天的時間 第一段你會看到空方時間 第二段你會看到多方的時間 有沒有我會先跟你預告了 我會先告訴你了 又來一遍 今天 汪先生他帶槍投靠 為什麼要帶槍投靠 因為他要改變戰術策略 因為他所用的一個所謂的軟體 真的讓我講中了 昨天往上擊拉 昨天往上擊拉 買訓 往下擊殺又空訓 結果呢 看到老師的節目更厲害 或既然把買訓賣訓全部塗掉 變成大賺 當然會生氣啊 可是問題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為什麼要擁有空間理論 我再一遍喔 今天12點20分的時候 12點20分的時候 在等什麼 我們在等什麼 等什麼 為什麼這擊拉不能買 為什麼這擊拉不能買 為什麼就等這個12點20分盤中證據的擊殺 因為很簡單 再來一次 自己看清楚 這不是我事後化的 一個老師要能夠去把 去保留盤中的一個所謂的證據 我是講得很白 因為我希望你今天來找我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我 就像很多人每天給你看空訓單 收完盤我就要易華寫1000張 每檔股票買最低賣最高也可以啊 重點有沒有辦法去保留這個盤中最急的證據 為什麼今天往下擊殺 他是另外一次的機會 因為他又殺到了一個所謂多方的防守價 結果有沒有又往上做一個拉伸 好那短線講完了 那我們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是不是上升蟹型 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我請問各位 這一個禮拜 這過去三個禮拜走得非常非常 我用鳥 鳥這個字大家應該不會反對吧 很鳥 好因為最主要的一個所謂的原因 你們認為背離 可是我說周線紅燈 等同一如果你在期待這個行情 真的走下降上升線型很簡單 它一定要架構在周線正式從紅燈轉為綠燈 然後順自牽引到月線也變綠燈 那我請問各位 下個禮拜五就要收一個所謂的月線 那就看空投他自己的一個所謂實力 只是說就目前而言 就短線的部分 我是完完全全沒有看到 為什麼 就像你現在我們先看右下角的部分 美國期貨盤目前應該是下跌的 那我也跟你報告過了 我說這麼鳥的行情 它其實在等待一個機會 就是美國股市 現在美國期貨盤跌了60點 如果明天早上起床 你看到美國期貨盤跌600點 那就是台灣的機會了 我講得非常非常慢 老師你說這個說假的 為什麼 變多多了 變多多 只有一個字 我沒有兩個字 我昨天跟你講空多 所以開爆 上下去 然後往上拉起來 那現在我是跟你講多 政府也在等待這一個所謂的機會而已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基本上短線部分 我跟你講完了 中線的部分你要去觀察周線 有沒有可能從紅燈轉為一個所謂的綠燈 所以周線的關鍵價 那是你應該做的責任 你看我的節目 如果看三個月 看四個月 你應該要有本書去算出來 為什麼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一定要有本事去學會 因為很簡單 基本上 我一直用自行這張股票 跟你報告所謂的指數的一個位階 我個人認為 只要周線持續維持紅燈 這個行情 就是談到第二條的一個所謂多風線 第二條多風線 那當然如果說第二條多風線 位置到底在哪裡 我要遮起來 對對對 你們自己算 自己算 為什麼我又希望投資朋友自己算 就像很多人說老師 這一波段真的很難操作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一波段難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要懂得去做一個拆解 就像我剛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講比較白一點 目前距離月線關鍵價也只有200點而已 200多點的一個距離 那你要知道我的一個所謂SOP 那SOP是架構在月線紅燈跟月線綠燈 就像當時跟你講月線綠燈的部分 這是我們課程表的一個所謂部分 打電話進來 打電話進來 你就有改變你人生最好的一次機會 那你可以遇到月線綠燈 月線綠燈 然後我今天整理字卡的時候 我看到這張字卡 我好感動你知道嗎 什麼字卡 來看這張 紅打電 42.4 42.4 記不記得當時我們是133塊錢放光紅打電 記不記得當時第一檔股票 就是2498的紅打電 月線綠燈 外加主力星太空的 我今天整理字卡 我好感動喔 趕快拿出來再炫耀一下 42.4 很多現在問我說 老師他放光紅打電被蓋 因為紅打電基本被貨不好 拜託 你知道現在大盤什麼燈 我有時候搞不清楚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基本面不好的時候是133塊錢 我請你放空 來到42.4 當時133塊錢放空大冒錯頭 你幹嘛去放空紅打電 結果沒想到放空一檔 紅打電可以賺90幾塊 賺錢來賺錢 你負十幾萬的 我們跟你預告 有喔 之後呢 大白月線從地燈轉個紅燈 然後告訴你 只是那時候沒有反手做到紅打電 我只做到華雅科而已 因為紅打電基本沒有太熟 我也不敢做多他 我這樣談你們了解 然後再跟你預告 華雅科補空反手做多 結果華雅科 一直往上拉 等於華雅科下跌到五支點停板 幫你抓到 三支漲停板 我們也藉由主力心態 藉由周線月線關鍵架 在節目當中事前跟大家預告 然後進入最難操作 就是因為指數跟OTC不同調 那麼當指數跟OTC不同調的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這兩個字規劃 或是英文裡面的hunt or be hunted 你到底有沒有任何的一個所謂的感覺 這兩張字卡 這是我在十月份 我啟用的兩張的一個所謂字卡 因為我知道它是走一個不同調的狀況 不同調的情況之下 不像一般投顧老師 每天都在講漲停板的股票 就像如果說一個投顧老師 每天跟你講漲停板股票 相信我 他手中一定有華雅科 他手中一定有波羅威 他手中一定有南茂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說你有手中有這些股票的 你知道該怎麼樣處理嗎 沒關係 現在大盤月線紅燈 那我問大家 如果大盤月線從紅燈變綠燈 我能放空華雅科 做多華雅科 難道我不能再放空華雅科嗎 懂我意思吧 所以操作不是多跟空的問題 是要有策略 是要有邏輯 那是因為一般投顧老師 都把你們交壞了 讓你們感覺到隨便買股票 隨便漲停板 你們就有這種非常致命的 一個所謂錯誤的觀念 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請問大家 只有小事 只有小事 包括波羅威 昨天波羅威 所有盤中節目都在介紹 今天早上所有盤中節目都在介紹 結果呢 最高高點多少 最高高點多少 42塊多 結果收盤收在多少 收在40.6 你隨便買個十張 兩萬塊又不見了耶 那會有跟你講波羅威嗎 那這時候的話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不管大盤月線是紅燈 不管大盤月線是綠燈 你自己要有能力去做拆解 就像剛剛我要錄節目的時候 逸華旗有講說 你大立光感動跟我們 落得迷迷迷迷 好啦 我等一下給大家一個好消息好不好 好消息好不好 不是說我今天做都大立光了 我沒有這個勇氣 我沒有這個勇氣 我為什麼沒這個勇氣 我等一下慢慢證明給你看 不過好消息在哪裡 大立光明天會反彈 我沒有跟你講可能 可能那是一般小學生的程度 像我們碩博士的程度 就是人家跟你講會反彈 會反彈 為什麼 來 繼續看下去 那麼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所買進的股票 你難道不擔心它月線 從紅燈變綠燈 你難道你不擔心 主力心態它是空的嗎 就像你們這一個月 如果你買到3673TPK恭喜你 你這一個月什麼事都沒做到 因為TPK就是一條蛇 這麼活潑的股票 怎麼跟我這樣子 生意盎然 對 生意盎然股票 既然會一條蛇完全都不會動 好像被人家點穴點到了 那是我點穴的嗎 是它 是它 這是為什麼你要學的原因 你需要知道主力心態 你需要有這套軟體 你需要知道這個多空線 它多空線的一個下方 所以導致於TPK 它的股價沿著多空線一路挨打 同樣的3008的大立光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大家 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上個禮拜五開盤前 還有多少頭顧節目 告訴你TPK 開盤準備 跳空漲停板 因為TPK 第三季賺61塊 61塊 拜託 第三季賺贏第二季 賺贏第一季 對 61塊 大家以為TPK 要跳空漲停板 而且為什麼TPK 大立光 為什麼每天開高手低 為什麼每天開高手低 為什麼今天大立光的股價 還在創波段上面新低 因為很簡單 在9月23號的時候 我就跟你預告 心態它是空 即使那時候 928我們開始做多 可是我不會去買主力心態空的 一個所謂標的 甚至於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今天TPK跌成這樣子 跌了一千多塊錢 到底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 有啦 TPK 大立光 他今天跌的錢 不可能消失在空中 一定有人跟你對坐 把錢全部賺走 你輸一台賓士 他賺了五六台賓士 這是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主力做手 永遠都比你早知道 看到沒 在三千四百八十四塊的時候 心態從紅色變成綠色 這一段上下震盪盤整 如果我沒有心態 我直接看基本面 我跟你打賭 我一定賭盤整完之後 往上拉 可是當我擁有心態之後 我知道他就是要往下殺 好 那重點為什麼 我跟你講說大立光明天會反彈 來我們看一個神奇數字 基本上我不知道你們的軟體 有沒有辦法去預測 明天的多空防守價 如果沒有你就不要用了 券商的軟體是免費的 紅買綠賣那都事後改參數的 你可以看清楚一件事情 今天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預測大立光的多萬架 落在兩千三百四十九塊 你是手機版的用戶 在正下方的部分 我請問各位 今天大立光的一個所謂低點 今天大立光的低點 有沒有碰到兩千三百四十九塊 不知道 講給你聽 兩千三百七十塊是大立光的低點 等同於他今天沒有碰到支撐 跟昨天不一樣 昨天是直接灌破支撐 導致於今天在創新低 那今天既然沒有破支撐 情況下 他也告訴你大立光短線 他會有一個反彈 可是問題重點 我是跟你講反彈 因為他的月關鍵價 落在兩千五百五十五塊 等同於下個禮拜收月線 如果收不上2555 I am so sorry 他的月線還是綠燈 同樣的跟你預告 4938合作 2474可成 昨天加碼爆料 包括2354核准 紅准4958真頂 甚至於今天所找到新的空方標的 614778 你手中有這些標的 你要懂得出 因為我希望我的節目 是一個非常有質感 就像我剛才說 你做的功德就好 你說什麼空 我不是說空 我會說什麼高票 你不能去抹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跟一般同學老師 每天都漲停板 可是問題重點 我要讓你了解 他的差異性到底哪裡 就像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大立光他早就知道 TPK早就知道了 因為主力永遠都比你早知道 就像我所跟你預告的 4167的一個漲網 我今天總共把它唸對了 那這張股票 我們是怎麼操作呢 很簡單 我自己跟大家報告過了 我們現階段 有很大的一個所謂變革 但你同意 尤其在手機版的一個所謂用戶 你都會拿到 我們Gmail最即時的一個所謂訊息 但你同意我們 你來之後 我們把你Gmail 我們輸在電腦裡面 我們發訊的時候 你的屁股就被電一下 你就知道訊息已經進來了 然後請問大家 那麼昨天4167創新高 而且外資買了一缸子 你會不會以為今天4167就應該理所當然一定要大長 一定要的 那我看一下我們今天訊息 來導播麻煩一下 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的訊息 今天在8點39分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8點39分的時候 連期貨都還沒開盤 你可能在看韓國 你可能還在看日本股市 那我請問大家 這邊我們給你預告 4167 這個字我不想念 因為太難念了 我們38 我們可以先出一半 減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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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39分 對然後之後的一個所謂訊息 人說要先驗證 要驗證驗證嘛 這光聯 這光聯 光聯的買點 先驗證嘛 然後這是瓶蓋股 很多人說老師到瓶蓋怎麼搶反台 看到大力觀在拉 還是一樣說不能買 所以包括太陽能 到底該怎麼操作 我們的訊息 都給一個非常 最即時的 一個所謂的操作的 一個所謂方向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你需要擁有正確工具 最主要原因 那到底要怎麼樣擁有呢 詳見我們廣告中的資訊 那至於上陣2X 今天出現那個回檔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看 休息帶回來 好2X 這個大家都在關注 就是說中國股市 最近來說的話 好像接下來力多很多 真的可以值得期待嗎 好我們等一下跟我們分析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聽到手找紅軍的 國中的手順調 紅軍請去抵抄圓 100塊100塊而已 勇敢的好購讚 據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才能駕馭股海財富浪潮 華信投顧 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2392-3988 現在買大金R32新世代冷煤 冷暖便品空調 煤組限則2000元 高效 潔能 環保 R32新世代空調 現在買金丟席 一紅一起幫大金 體內囤積毒素 半豆肚肚 半賽半北千 紅心經常同便完 幫你排毒 致便蜜 輕速便 排脂消腹 紅心經常同便完 和你半豆千千千 歡迎來到未來世間部 鄧委 趕快告訴我們 最近這個路股蠻夯的 一些中概股也好 或者說路股聯動ETF 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好的 那麼基本上要先把電腦 給稍微放大一些好 那自己會跑掉 所以說我說 我說這間攝影棚不錯 對 不錯 陽氣很深 陽氣很深 那仔細看 怎麼大家笑成這樣 怎麼有第三個笑聲 你看4167它是架構在主力心態多 那問題重點是說 他買賣點的一個選擇 我講蛋白的 要架構在你們自己的專業 就像剛剛你們所看到的 一個所謂的Gmail的訊息 在8點39分的時候 我們就說38塊錢 你先獲利賣出一半 你知道嗎 從23.5到38塊錢 一檔股票就漲了60% 那你說上陣2X的部分 那當然他算是比較牛皮 所以說我敢在節目當中 我公開跟你們做驗證 就像上個禮拜二 急殺我告訴你們機會來了 禮拜三也做給你們看 30.9 就是他多方防守價 結果後來上陣2X 有沒有從30.9 一口氣漲到32.95 有喔 有嘛 那重點就在這裡了 那今天上陣2X 他反而往下擊殺 那我還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再變喔 大立光他的一個所謂股價 他是在月線 這月線關鍵價值 月線 月線 月線關鍵價大立光是在這裡 針領在這裡 可塵在這裡 所以談到月線關鍵價 你們一定要懂得出 你不曉得怎麼樣計算 或想瞭解你手中持股的 廣告中電話把它撥通 你就會有答案 可是上陣2X他剛好顛倒 他在目前股價的位階 是在月線關鍵價之上 那價在月線關鍵價之上 的情況下 當他往下回測 月關鍵價 那當然就是一個所謂機會點 那四個數字 五個數字 因為我們電腦跑出什麼數字 我們就跟你講什麼數字 3X.375 他是一個所謂的機會 不難啦 對啊 再遮兩個數字而已 對 再遮一個數字而已 隨便猜也猜得到 對不對 那甚至於 隨便猜也猜得到 那甚至於呢 再講一下志勤 志勤是我們長期追蹤的股票 今天很可惜 很可惜一起跳舞 他還是沒過多空線 很可惜耶 真的很可惜耶 我們是賣在這邊嘛 我們是賣在這邊嘛 他現在是沒過多空線 對 什麼叫多過空線 你看太陽能的部分 像58元中美金 他是阿沙里跳過多空線 在郭東線附近上下做震盪 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報導這張股票 我說太陽能相關股票 老師好丟臉 沒什麼漲 沒什麼漲 你難道知道明天不會漲嗎 這是昨天我跟你講的 因為我是覺得 你要看一個老師 要去觀察說他的節目 到底有沒有辦法 做到一個連續性 不是像跳梁少少 每天股票跳來跳去 所以說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穩穩蕩蕩 扎扎實實的操作 藉由多空觀念價 藉由主力心態 你才有反敗為勝的 一個所謂契機 為什麼讓你1加1大於3 因為很簡單 我希望你跟我們操作的過程當中 除了吃到魚之外 也可以學習到很多寶貴的釣魚技巧 所有的訊息都在廣告中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我愛你